他有两个优秀的学生,一个叫杨昌记,一个叫蔡厄,而蔡厄有一个最优秀的学生是朱德,杨昌记有一个最优秀的学生是毛泽东。 大刀王武是他的拜把兄弟,他就是谭四同,他一生倡导过开矿山,修铁路,宣传变法维新,推行新政。 早年他创办过食物学堂,南学会等,还主办过相报,清末时期,他为了想要国家加速发展强大,他与光绪帝和一系列正义之士开启了戊虚变法,但是他们触碰了慈禧太后的底线,光绪帝被慈禧囚禁致死,谭四同血洒菜式口,年仅三十三岁。 临行前,他说,以我之血唤醒国人,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,可以说,他是为新中国流血的第一人,向先烈致敬。